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十二年了 我依靠各种悬赏任务才过到现在 这重置的各种危机于 机遇 像这样的魔物悬赏任务 狩猎 与被狩猎 就在 一命之间 而我 早已习惯了 这样的生活 去死吧 紧急任务 请立刻退出游戏 不 请立刻 离开游戏世界 这个世界 阻止到底 退出游戏 搜到指令 退出游戏 本次游戏时长 十二万两千一百二十九小时 二十三分钟 传送准备中 请保持非战斗状态 十二年 组织从来没有让我离开过这个游戏世界 我们的世界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呢 这里 就是现实世界了吗 刚才攻击附带麻痹效果 必须得赶紧处理 这二维二十高级精英暗影之助 果然如同传闻一样麻烦 警觉性挺高的 你是 哈伯德叔叔 哈伯德叔叔 是我的任务接头人 一直以来 都是他在游戏中 给我传达各种任务指令 臭小子 元娘 新的任务委托 这次的任务不是在游戏里了吗 让我回到现实世界 组织到底要 不该问他别问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考核 我要你接近这个人 这次任务时间 会持续的比较长 所有议题 你必须要给我牢记 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你的秘密 尤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 使用你的能力 更不能用你的方式 进入游戏 明白了 技能 燃烧 我是射手的 不能使用你的能力吗 我这不是习惯了吗 还有你这身衣服 穿出去 神经以为你在玩cosplay 太引人注目 也得换点 cosplay 那是什么 走 好 我们先出去 面对陌生环境 是不是有点紧张 你从小就在游戏世界里 对这些东西不熟悉 先慢慢适应吧 嗯 为了你能够更好的完成人 作为过来人 我给你两条 人生真言 第一 当你觉得尴尬的时候 保持善意一笑 呵哈哈哈哈 第二 潮女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找胸大的 啊 为什么 因为胸大无脑 有脑子的女人 都是很可怕的 我记家了 周耀戴子差不多了 还是这些任务吧 千万不要主事 毕竟你可是 最近我们的管辖区域 频繁出现异动 属下认为不太寻常 这件事你去办就好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那孩子找到了 找到了 他在哪 在承袭保卫课 快 马上带我过去 七纲二七三区指挥官 真的能骗过他吗 我会把你安排进 人贩子的老巢 记住 你是十年前被拐卖的流浪儿 唐然肯定会来接你 但此人不简单 在下一步指令到达前 你先不要轻军妄动 这次的任务 可比解决那些暗影蜘蛛 麻烦多了 孩子呢 在里面 来了 我这次的任务目标 就是他 七纲二七 三区指挥官 唐然 这孩子怎么 听说被人犯子虐待过 不用怕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唐然 你小时候我看过你 等我回家好不好 嗯 以后这就是你房间了 你就住这儿吧 这儿 老爸 人找到了 长得怎么样 高不高 帅不帅 你小声点 也吵不到方天 方天 这是我女儿倩倩 让她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我去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啊 你好 哦 你好 以后你就住我家了 为了今后的友好相处 我们正式的认识一下吧 方天 没想到你还挺有趣 专人学游戏里的动作 这个好像是刺客职业NPC 经常做的动作 你好 我叫唐倩 是个魔法师 他竟然是魔法师 很强大的职业 可NPC是什么 哦 长得还不错 能打九分 貌似很腼腆 看来当老大是没有问题了 嘿嘿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这里是网吧 现在有款游戏叫换 风靡全球 只要带上设备 就能进入游戏 非常真实 特别有意思 换 名字竟然和我生活的 那个游戏世界一样 刚好我今天有一场比赛 让我带你见识一下 诶 唐倩 你怎么才来 今天我们物理班 和化学班的比赛 化学班喊了外援 我们被打成零比三了 哦 方天 这是我的同学罗建斌 你好 你好 方天 我先会会那家伙 你等我一会儿 唐老板 物理班的荣耀全靠你了 基础模式还是巅峰模式 巅峰模式 说了还是老规矩 没问题 太好了 巅峰模式我们胜算很大 为什么 如果是基础模式PK 那家伙本身账号的装备技能 可能会比唐倩强 巅峰模式的话 对战双方有同样的点数来分配技能 装备也是平衡了属性点的 相对来说会公平一些 而且 我们已经输了三场 要是无差全数 就要包揽对方搬起一整个月 上网的钱 难怪 关系到金钱 的确是大事 我记得这个竞技场 这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世界吗 他们明明人还在这里 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是吧 我去 这至少是等级要十五以上的魔法师 才能做到的 原来是一星魔法师 连续攻击居然只打掉四分之一血量 他的盾牌防御等级应该不低 我的魔法也需要时间回复 怎么 暗用光了 现在换我攻击了 作为一个魔法师 我又怎么会把魔法用尽 秦环 太棒了 你再被冰环击中 我不要太不信了冰冻 跟我持续紧速 唐老板 你是我的偶像 这次赢尽了 杭倩简直是天才魔法师 居然接连使出高端技巧 这个世界的人 好强 他还有护照 这诡异的红色 都是 是野蛮冲锋 怎么会 冰环没有生效 居然使用了野蛮冲锋 这么近的距离都能避开冰环 这家伙也忒厉害了吧 完了完了 也像唐老板被眩晕了 嘴皮法师肯定抵抗不住战士的近身攻击 怎么办 怎么办 太厉害了 无愧是校队的 唐倩他该不会受重伤了吧 快 你没事吧 唐大小姐 跟我斗 你还差了点 四比零 只剩最后一局 还打不打 他刚刚承受了那么重的攻击 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 打 怎么不打 我们物理班判你们不成 你们谁上 这个 这些家伙 关键时候就是怂了 他们在幻里受到的伤害 为什么在离开幻之后就消失了 这和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看来我要亲自试试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场 我来战斗吧 什么 方天你也会玩 感觉你好像挺厉害的 最后一把就靠你了 我只是想试试 等等 这东西我还从来没用过 既然这样 那就试一下通过这个东西进入换 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好 这种感觉 和我进入游戏世界时的一样 太遥远的我来战斥 没有见过 难道是多如剧面 这是什么 玩家野蛮的叹息 对你发起挑战 巅峰模式 请确认是否接受 野蛮的叹息 是刚才和长劝对战的那家伙吗 不管那么多了 先接受挑战 请选择职业 这些 这些技能 难道在这里所有的技能 都是可以学习的 玩家唐县 教你们好友 是否接受 汪天 磨叹 磨叹什么呢 战斗马上开始了 快选技能啊 对战玩家游鹤 已经选择技能完毕 二十秒之后 战斗将强制开始 就是一件比较熟悉的技能吧 玩家技能 选择完毕 对战开始 竟然随机到了密林场景 这里可不适合战士发挥了 也不知道对方选的是什么职业 汪天呢 怎么看不到他 他是个刺客 应该是前行了 只希望他被输得太难看就好 战士选获防御高 天生就是克制脆皮刺客的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都过去这么久了 这家伙还没有出现 难不成他是个刺客 他的防御姿势很标准 看样子是个老手战士 不过 在密林经济场 刺客比战士更有优势 这 怎么回事 王林们对准了他的咽喉 力和攻击会有偏差 又是这个 关键是要被束缚的感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喂 你小子不会真是个新手吧 居然还真选了刺客 密林竞技场 虽然对刺客有异 但刺客可是被战士 磕得死死的呀 难得跟你浪费时间 要解决你 解锁了 解锁到玩家多次尝试使用非规则动作 是否开启全办自由模式 自由模式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 没办法 确认 确认 你格挡开了我的空气 你是自由模式的玩家 那个动作 他是自由模式玩家 我从来没有在对战中预见过爱 唐老板 从哪里找到的这个高手 我 我也不知道 原来他这么厉害 一般玩家都会选择 有游戏程序辅助的半自由模式 方便操作 只有高级玩家 才会开启全自由模式 这个模式全凭自身能力发挥 只是 如果方天是自由模式的高手 那刚刚 那个刺客 为什么之前避不开我的攻击 刚才却用自由模式的动作搁打开 都是巧合 没关系 只要稳住 他不会是我的对手 自由模式 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终于轻松了 没想到这里还有自由模式这种设定 宝鸡 你就这么高的伤害 太严真了 这家伙的身法太诡异了 我的攻击根本不起作用 输了 回蒙锡 自由模式的高手居然输了 怎么回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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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的没错 差一点就赢了 抱歉 我输了 大高手 你已经很厉害了 方天 刚才你明明 最后一招母猴 你明明可以赢 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 有些不习惯 方天 你真不赖 刘鹤可是我们校队的 连她都对你的眼相看 倩倩 你带小天去哪疯了 哪有 我就是带方天 去熟悉一下 周围的环境嘛 小天 叔叔帮你约了一个医生 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医院 医生 我没生病啊 我知道 只是你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很担心你 刘医生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就像和朋友那样 聊聊天 苍然以为我是被燃贩子拐慢 遭遇过不好的事情 她对我的关心 不像是装出来的 小天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唐叔叔你说 你认识我父亲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还有很强的性命 能够感染周围的人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没什么 对了 为了能让你尽快地 融入正常生活 叔叔帮你去学校办了手续 和倩倩一个班 回头 你就和他一起去上学吧 他回避了我的问题 卡尔师傅 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你只需要记住 你的父亲是个英雄 藏人在隐瞒什么 小天 别紧张 以后有叔叔 不会再有危险了 廖医生就在里边 你先进去 我在外边等你 你就是方天吧 我是廖不凡 你的心理医生 来 请随一坐 你的情况 我已经有些大致的了解 在正式开始之前 还需要你先配合 回答几个问题 是谁 考核通过 哈伯德叔叔 臭小子 我的祖宙假面 可是来我三十七的 你是怎么看破的 明明很热 却穿得很臃肿 直觉告诉我 很可能是为了掩饰身形 只要有了防备 你的攻击就充满破绽 这个里面 勉强成立 哎呀 在那边住得怎么样 唐人对你还不错吧 信不了这些 我有问题想问你 关于那个游戏 你已经通过头盔进入游戏了 给我小箱的要快很多 那个游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单的说 进入换的方式 存在两种 两种 一种是实体 就是你之前进入游戏的方式 另一种 就是虚拟进入 这种方式你也添加了 目前我们的计划进展顺利 我们的人 在游戏三区闹出了一点动静 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用虚拟状态 探究这个游戏 但是有一点 实体进入的方式 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明白了 喂 什么事 长官 患者三区遭到袭击 发现暗影的踪迹 什么 暗影出现了 好 知道了 我待会就回局里 廖医生 孩子怎么样 治疗需要时间 以后最好每周都来这里检查一次 另外 我建议多接触外界事务 比如通过游戏之类的辅助 帮助他消除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 好的 我知道 谢谢廖医生 我们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餐 这新款的游戏头盔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可是为小天买的 医生说了 多接触外界事务 会融入新环境有好处 老爸最近要出差一段时间 你可要帮我好好照顾一下小天 我能只顾着自己玩 嘿嘿 知道了老爸 保证完成任务 方天快来 嗯 昨天看你那么厉害 你现在几集了 其实我只是在小时候玩过这个游戏 后来就 你的意思是 你只在小时候接触过游戏 之后再也没有玩过 嗯 是 那在网吧那两次暴击 还有最后的那一招抹猴是怎么回事 呃 这个遇到危险时候的本能反应吧 嗯 方天 你搞不好是个天才玩家 嗯 装好了 方天 你装好没 嗯 我也装好了 那么来吧 我来带你 我在新手出生地等你 嗯 选择冒险者模式 我来要远的未来天机 始终之间光芒出现虚拟与现实的虚拟 就 啊 检测到玩家历史游戏记录 由于检测到使用未经认证的游戏方式 开启过游戏 您有如下选择 选择一 试出存档 重新开始 选择二 在上次游戏存档点 开始游戏 在位置不允许以此方式登陆 选择三 退出游戏 警告 删除存档点后 将不可恢复 只能删除游戏记录 这应该也是哈伯德叔叔的意思 玩家选择 删除存档点 删除记录中 重新生成决策 请选择玩家名称ID 丧天 冒险者游戏模式正式开启 游戏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提示 请玩家自行探索 这里除了人少一点之外 和我之前生活的小镇差别不大 属性虽然变成了新手属性 幸好我多年练习的技能还在 方天 嗨 既然你是新手 今天我就带你去练棋吧 练棋 就是打怪了 跟我来 方天 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高手 有些要点我要和你介绍一下 以后能少走弯路 孟天 可分配点数 这是什么 看来你真的是什么游戏都没有玩过 四维是玩家的主要属性 每个人的初始属性都是五 每升一级就会有三点的可分配点数 代表人物的四项属性 力量 敏捷 体力 智力 一般力量决定攻击防御 敏捷决定暴击几率 闪避几率 还有暴击增幅系数 体力决定血量和防御 智力决定精神力的多少和恢复速度 当然 提升属性除了升级之外还有很多办法 比如说装备附加 技能提升等等 今天带你到实习 这样你就可以去找导师进行转职 学习技能 当你满足技能基本要求之时 就可以选择一个职业转职 你的职业导师 就会教给你那个职业的技能 我在坏里生活十多年 也只不过通过训练 领悟到备刺和匕首精通两个技能 想学新的技能 难如登天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转职成为刺客 就能够从导师那里学到刺客系的所有技能 藤老板 快来啊 你不住了 方天 不好意思啊 突然有人找我打副本 本来想带你到实习 去主城找导师转职的 实习去主城找导师就可以了吗 基本上是这样 除了等级以外 还有一点金币和属性要求 你还差几级 等级七级啊 这样吧 你先去新手村的裁缝铺 接一个背包扩充的任务 这些怪物的材料足够你完成任务了 还可以额外获得经验值 啊 背包扩充任务 对 这个任务不难 就是很耗时间 不过需要的材料都已经打好了 我先走了 记得去找财工部老板接任务 明天我在带你 好 继续来吧 没有匕首打怪太不方便了 还是来看看唐倩说的任务吧 是这里吗 听说你这儿有任务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 需要的材料都集齐了 来吧 我跟你一起结算 升级背包任务完成 老板 哪里可以弄到顺手的武器 你要合适的武器啊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把 不过 你得额外 为我完成一个 有些难度的任务 老裁缝的匕首 评级C 不错的匕首 我收下了 你需要我做什么 帮我 送一封信 额外任务触发 帮助砍送信 任务说明 将信件送给林中小屋的主人 只是送信 就值两千点的经验值 也好 完成这个任务 就能到达十几 明白了 冒险者 愿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方天还真是个新手啊 你有没有告诉他 新手区传说中的任务啊 什么任务 你不会是忘记了吧 新手区传说中那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神医猎人间 攻击超高 挨上一箭就半血 根本无法靠近 挂了还会被系统禁止 登陆三天 尤其是 这个任务只有新手能做 转职以后就会消失 所以至今都没有人完成过 论坛上说 这个任务触发的几率 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哪那么容易 你说的也是啊 方天那小子 不会这么倒霉吧 有人吗 我是来送信的 攻击力好高 只是擦破鸡 就带走这么多血量 你是谁 把心拆开 读出来 就是这个人 已经带来了 就让我看看 什么人 中心任务完成 获得两千点经验值 人物等级提升到达十级 紧紧快前往组成 进行转职 任务出发 尝试击败 捷音不然 震动任务 他的远转攻击有点几手啊 不过既然在这个游戏里死亡 没有什么损失 那就甚至东西 有意思 信号提示 内增被杀异锁定 每绝度降低百分之三十五 杀异锁定 对方已经锁定我的行踪 如果他再次发的攻击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很难躲避 出席没有得手 硬碰硬的情况下 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得找机会离开 看来老裁缝给我介绍了个不错的人选 我建议 先休战一会儿 接着 生命恢复药剂 想 说明 使用后 立即恢复五百点生命值 描述 它的味道很软软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喝这种东西 冷却时间 一百二十分钟 跟我进来吧 冒险者 你可以叫我杰恩 我正在寻找帮手 所以刚才 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 希望你不要介意 寻找帮手 帮你做什么 我是一个半径人 我爷爷留下的笔记中 提到阵外的森林晃动里 有一个神秘通道 据我调查 这里可能是七大亡灵法师之一 拉法尼奥尔的秘密实验室 拉法尼奥尔 这个名字我以前在幻里听说过 据说以前是名伟大的魔法师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是痛快了死 军医死去的神 变成了众人眼中 不强的亡灵法师 我看你实力不错 只是一个研究室 完全可以自己进去 为什么要特意寻找帮手 莫非遇到了什么困难 向日白龙 辽鱼池精英几倍 他们一直盘摄在洞口里 我希望你能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缠住他 我来准备 击杀毒 如果我帮助了你 我能得到什么呢 要是那里真的是秘密研究室 我们在那里 肯定能找到很多东西 如果你运气够好 还有可能找到法师的研究笔记本 领悟一些特殊的技能 怎么样 感兴趣吗 有机会得到传说级别的 亡灵大法师所留下的东西 这个险值得吗 要是那个所谓的亡灵洞穴里 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怎么办 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依然能够得到我的友谊 我会帮你做一件事 当然 是在我能力之内的 不过 这个任务只允许LV10以下 且未转职的冒险者能够接受 所以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不能升到11级 同时 也不能转职 不错的交易 成交 七统集市 卡恩与你共享任务 探索废弃气的矿洞 说法摆脱 击沙 废弃矿洞的 萧月白狼 进入王鹏洞穴 任务评级 S S级的任务 这孝月白狼身上的气息有点奇怪 他不仅仅是一般的精英boss吧 我在这里等了二十年 他 我在这里等了二十年 他每天都在变强 可能是这些年 由于矿区内的亡灵气息的影响 使得他产生了一些变异 一般来说 任务平级和奖励挂钩 以前在幻里接过的任务 最多也指过是B级 A级都会少见 这次的任务 居然是S级 意味着这次的任务墙壁 肯定非常丰厚 也难怪卡恩会为了这个任务 在这里苦苦等待不肯离开 这样也好 矿洞里如果有什么能够导致 孝月白狼的变异 找到这东西 至少我们不会空手而归 我再重申一下 孝月白狼对杀意的感知极其敏锐 你负责帮助我 吸引他的仇恨 拖住他 我负责找机会将他射杀 我没有控制型的技能 如果时间太长了 我不一定是孝月白狼的对手 放心 我以我身上流淌着的半精灵血脉启示 我一定会射杀白狼 和你一起进入黄灵洞穴 你找我帮手 不能领恐了 你快解决 我来掩护你 好惊人的破坏力 啥意 激活一世 你已经被杀意锁定 敏捷度降低35% 小慕名的杀意 减少了我的敏捷度 血条也在持续掉落中 再继续缠斗下去 我不是他的对手 必须速战速决 好快的速度 比刚才的森林孔狼还快了好几倍 好强 好险 你受到双叶白狼的吸血攻击 将持续受了伤害 同时减化移动速度70% 杀意锁还没有找到击杀白狼的机会吗 小慕名的攻击 小慕名白狼受到贤的致命殖 小慕名白狼被成功击杀 西藤提示,你射到杰倫的攻击,受到6103点伤害,你陷入死亡状态。 计划,成功了。 西藤提示,您的角色在游戏中死亡, 您需要等待72小时之后,才能重新进入游戏,同时被扣除所有经验的10%。 三天禁止登陆游戏的惩罚,S级任务果然没那么简单,恐怕打败笑语白狼进入矿洞,也只是第一步而已。 三天,先等一等吧,希望三天后,杰恩会遵守承诺,在临终小屋等我。 退出游戏。 让他退出游戏,本次游戏时长,4小时23分钟,请注意爱您在游戏中的角色生命。 好,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唐叔叔出门了? 我爸出任务去了,一直半会儿大概不会回来。 出任务?是和哈伯德叔叔说的计划有关吗? 放心吧,方天,我爸都安排好了,明天我就带你去我们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去,去学校? 各位同学,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方天,大家欢迎。 我是方天。 哇,是大高手? 罗剑鞭,你给我坐下,注意纪律。 方天,那边有个空位,你坐那儿去吧。 看上去不错嘛,高高帅帅的,不过看上去有点冷漠哎。 好了,这节课你们自己吧。 哎,大高手,听唐老板说你才刚玩游戏不久。 昨天练剧练得怎么样,要我带你吗? 谢谢,我喜欢自己练剧,而且我不是高手。 昨天在游戏里就被秒了,三天不能登录游戏。 新手去的怪而已,谁能秒掉你这个自由模式的玩家? 这是练金术吗? 你不会是接到了送信的任务,去找那个临终小巫的弓箭手了吧? 你不会是接到了送信的任务,去找那个临终小巫的弓箭手了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接到过这个任务? 没有,我只是听别人说起过,你打败他了? 没,他很强,现在的我想要顾面祭拜他很困难,不过他并没有杀我的意思,他的攻击应该只是个考核。 你居然没有被那个弓箭手一剑带走? 那后来呢? 之后他让我去协助他,猎杀笑月白狼,然后我就和笑月白狼同归于尽了。 我去,大高手,你居然完成了信手去传说的任务! 据说二十年来,多少人触发这个任务以后,都是被那个弓箭手一击毙命,就此失败。 竟然是帮助他击杀狼王。 哦,杀死白狼应该只是第一步吧,后续任务应该还有很多。 啊,居然是连续任务啊?乖乖,这个任务第一步就这么难,后面不是更加变态啊? 咦,大高手,能不能悄悄告诉我这么难的任务奖励是不是特别丰厚啊? 你知道,我需要等三天的游戏惩罚过后才知道后续是什么。 哎呀,大高手,收物到地死吧! 不要! 为什么呀? 我们规很严的,不行了! 陶老板,兄弟儿! 老师说了自习,我在前排就听见你在大喊大叫。 方天,下节课是社团活动,你还没有报名社团,等会儿我陪你去转转。 大高手这么厉害,当然是去电子竞技社了! 嗯?社团?电子竞技社? 社团呢,就是学校为了丰富我们的兴趣,组织的团队了。 什么美术唱歌,文学推理等等,种得很多的。 而现在,换是最火的电子竞技游戏,就连政府也在举办全国兴致的校园比赛,想要培养有潜力的玩家。 所以,而学校的电子竞技社也一跃成为最火社团,没有之一。 他们说的这些,倒是和之前哈伯德叔叔给的报告上写得差不多。 既然如此,我们就去电子竞技社看看吧。 既然又没开门? 电子竞技社每年都有数千学生报名,所以比较大派。 有时候会不开门,我们先去别的地方撞撞吧。 副社长,中间那个就是方天,和他旁边唐倩都是五里三班的。 你确定他开启了自由模式? 当然,他的那个动作,只有自由模式才能做得出来。 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手,总觉得有点奇怪。 唐倩我倒是知道,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和一般人比起来的话,的确是高手,只是训练太少,可以磨练一下。 好,之后电子竞技社招心测试,就交给你了。 至于你说的那个方天,到时候我会好好看看。 对了,方天,你昨天十几去新手村转职了吗? 没,昨天玩到一半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 遇到一个任务,就死了。 正好我昨天接到一个新任务,这两天带不了你,你可以继续升级,早点去转职。 没事。 哦,对了,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游戏的论坛讨论区,在那里有很多基础知识,很适合你这种新手。 好,知道了。 。 果然无法登陆,要不先去唐倩说的论坛看看。 进入论坛。 基本提示,接受指令,正在为您交载,正在进入论坛。 嗯? 好厉害的样子。 游戏开启的第一年年末,突然出现巨大bug。 玩家通过特殊方式登陆坛,将坛的物品带出了游戏试点。 原本存在于游戏中的三世纪boss摩蝎,也通过该方式来到了现实世界。 在那个摩蝎,一出现,就吹过了一座小战。 这件事情,迅速引发了全世界的恐慌和观众。 消灭摩蝎之后,联邦政府发布法令,私自通过特殊方式进入游戏,将视作非法,最高可执行死刑。 同时,联邦政府启动了蝴蝶计划,选择有天赋的玩家加入游戏,并允许极端情况之下,针对游戏内可能发生的威胁,做出直接行动。 之后,并无相关消息流出。 从蝴蝶计划的部署来看,蝴蝶计划针对的目标,很有可能是游戏中的NPC。 T-273区指挥官,唐叔叔会不会也是蝴蝶计划中的一员? 有意思。 这次捷恩承诺会等我一起进入矿洞,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诺言。 看来你们的复活时间很长了。 当时你不仅仅是计划让我吸引白狼的仇恨,而且是故意将杀意锁定在我身上,对我发动攻击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你很聪明。 我的技能释放,有一个前提就是长时间的杀意锁定。 只有对准你,笑月白狼才不会感觉到危险而逃离。 只要抓住你挡在他身前的瞬间,我就能带走你的同时,也带走笑月白狼的性能。 一箭双雕,不错的计划。 拿着吧,我用不上,你可能会有用。 物质,狼牙,贫瘠,追加,出书说明,可以用来进行锻造,布膜,炼金等。 脱你的福,我们出发吧。 我是刺客,而且死亡惩罚不大,保险起见,还是我左前面。 人物变更,探索废弃的矿洞。 看来这里曾经来过人,并发生过战斗。 这是什么? 玩家鉴定技术等级为零,无法鉴定该物种。 应该是紫昏草,对药剂师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啊,到了。 我们受到强烈的亡灵腐蚀气息影响,每十分钟,随机机处属性降低三点。 受到的伤害将额外提升百分之三十。 这,亡灵的腐蚀? 看来这扇石门,多半是为了阻挡,从门另一边,一散出的腐蚀气息,后来人为建造的。 当年,亡灵大法师拉法尼奥尔,究竟留下了什么东西? 看来,答案就在这石门背后。 你知道吗? 亡灵大法师拉法尼奥尔,和我一样,都是半斤人。 天神注定,追寻力量,最终会投向亡灵的环望。 我能解读这些诱文,这像我故事。 警告,任务变更。 任务说明,进入洞口后,你们发现石门上的封印。 要进入石门,似乎需要打破封印。 任务要求,尝试打开封印。 亡灵窟窿? 我还觉得奇怪,怎么一路下来什么动静都没有。 原来你们都躲在这里了。 雷,那,你。 没事。 这个封印,有狱子还要高深。 而且,根据四周的情况,估计,封印后面,三界亡灵生物,怨灵。 怨灵? 听说普通物理攻击,对它们是无效的。 现在怎么办? 我们的基础属性,受到亡灵气息影响,一直在降低。 这件骷髅却在不断复活,情况对我们太不利了。 这样脱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先退出,想想破解封印的办法。 陈兴赛,走。 没有追来,看了那些亡灵窟窿,只在封印附近复活。 怎么办? 青松镇上,没有人懂得这么高级的封印。 我问问看。 在吗? 我触发了一个任务。 上面有个奇怪的东西,应该是封印。 你能不能破解? 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鬼任务? 又接封印阵法,学校导师都不可能解开的,好不好?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可以去论坛询问,有专门的任务猎人可能会感兴趣。 不过需要大量的游戏金币,你可要做好比敲一笔的打算。 有结果了? 有点麻烦,我的朋友也没见过这个封印法阵,但是他向我推荐了一种办法,但是需要大量的金币。 钱的话,你刚才不是找到了一些? 你是说,死魂草? 死魂草,能够制作对怨灵产生效果的哀号药剂。 价值很高,我们可以用它换取一些金钱。 不过,虽然我有工具,但我不会采集技能。 勉强采集的话,会影响死魂草的完整度和品质。 之前在幻里生活了十几年,采集树我倒是会,只是不知道这里能不能使用。 我可以试试。 那就好办了,这工具就先送给你吧。 玩家得到来自杰恩赠送的老旧采集工具。 玩家隐藏技能新活,成功涌入到采集树,等级十五。 玩家获得死魂草乘一,品质三,完整度百分之九十,采集树经验提升八,一。 这一块的死魂草,采集得差不多了。 这两天,我来练只能够对付怨灵的哀号药剂。 那个封印,只能靠你先尝试一下。 两天之后,小木屋里见,我们再做协商。 死魂草真的有人会买吗? 今天乐乐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下期晚安。 好了啊,会长,这么紧急地让我下播,有什么事吗? 论坛有人发了售卖帖,引了很大的关注度。 我希望你能出马,和那名玩家达成合作,我的底价是三千万金币。 三千万? 别方卖的什么好东西,居然值得你开这么高的价格? 死魂草。 不会吧,竟然真的有死魂草。 大高手,你那个任务后来怎么样了? 遇到了点麻烦,有个阵法我破解不了。 不过唐倩告诉我在论坛求助,我现在正在等回复。 这个可以看换的论坛,赶紧看看。 原来还有这么便利的设备。 看这样子,好像没有人回复啊。 这个怎么有这么多回复? 这帖子今天都爆了,关注度特别高。 看来楼主要发财了。 等等,这个该不会是你发的帖吧? 嗯嗯。 买材料的帖子也能爆,不愧是大高手。 居然真的有死魂草。 千牌留名,我有预感这天要火。 吃瓜,火钱留名。 朋友,两百万,你看怎么样? 五百万,一口价,我全要了。 你好,我是星辰工会的沈洛洛。 我们工会对您的这些草药很感兴趣, 很希望能够和你谈一下。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我靠,真的假的? 是沈洛洛哎。 竟然揪动了废墟城第一美女沈洛洛。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她? 哎呀,看着漂亮的头像, 看着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 最重要的是这里, 论坛认证绝对是本人。 县兵都这么说了, 这个沈洛洛应该不是骗人的。 晚上回去联系看看好了。 大高手,沈洛洛是我的女神。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 战友们正在等着我, 方天你快点。 啊,对了,帮我带苹果汁。 呃,好。 给你。 旁边晚上有任务, 还是先去论坛看看吧。 。 洛洛姐, 你说, 这死魂草真的值三千万吗? 技术不可说了, 正好刚注册的, 会不会是骗人的? 六十级大副本, 迪迹没有工会拿下, 死魂草就是通关的钥匙, 全服首杀。 你说值不值? 技术不还说了, 这些死魂草的截图没有问题, 而且从完整度上看, 没有一株是少于百分之七十的, 说明采集者拥有极高的采集技能。 所以, 这售卖铁肯定不是骗人的。 洛洛姐,洛洛姐, 那个玩家他叫我们好友了。 本小姐等了一晚上, 这个家伙终于上钩了。 呃,你好, 我在论坛上看到你们的留言, 听说你们工会对死魂草有兴趣。 不知道你们准备出多少价? 面对我们洛洛小姐, 居然上来就谈这事儿, 这么拱手啊。 这个人真没情趣。 胡说什么, 会长瞧着了这人的采集能力, 我一定要把他拿下。 价格上你放心, 我们星辰工会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而且, 你在论坛上留下的高级阵法, 我们也可以帮你破解哦。 这个阵法有难度啊, 破解的价格一定很贵吧。 谈钱多上感情, 可以谈谈合作。 唐剑说过破解封印可能需要很多钱, 对方不谈钱却谈什么合作? 太奇怪了。 可是S级的任务, 又不能就此放弃。 怎么合作? 很简单, 今后你有什么好东西, 第一时间先找我们星辰工会。 当然,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可以。 作为诚意, 我们可以将战法的破解图值免费送你。 至于死魂草, 一千五百万, 怎么样? 你要是有兴趣, 我们可以面谈。 游戏中的怪物从来不报货币, 现实和虚拟货币的比例, 大致上一枚金币, 就相当于一万联邦币。 这么多年, 我也是靠任务攒到三十多银币而已。 没想到只是采集了一些死魂草, 就能卖到这么多钱。 怪不得罗剑斌一直说职业玩家很赚钱。 他怎么不说话了? 露露姐, 会长说的三千万, 你直接就砍了一半。 他会不会先低了? 你慌什么? 这个价格绝对不低。 再说了,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和我们星辰工会合作的。 让他先想想。 这个价格我很满意。 交易时间地点, 我会再通知你。 另外, 我还有个要求。 你就是方天吧? 嗯。 掌握高级采集术的神秘玩家, 居然是居居实际的新手。 ID倒是和昨天告诉我的一样, 难道是用新手号来掩人耳目? 你好, 我是神洛洛。 按照你的要求, 我已经将现金兑换成游戏金币带来了。 我们昨天认试过了, 我们昨天认识过了, 可以开始交易了吗? 可以。 什么粉丝这么冷淡? 另外, 我还有个要求, 我要一张你的签名照。 啊? 居然还附带要签名照? 洛洛姐, 她是你的粉丝, 轻松这人烟稀少。 洛洛姐你到时候可别光顾着谈情说爱, 耽误正式哟。 看来, 的确是拿新人号做掩护了。 嗯? 啊, 没什么, 我们可以开始交易了。 你收到来自兰家 方天的交易申请 注意 你身上携带有大量的金币 可能对某些技能侦查到 而引起某些人注意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请小心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 在靠近封印的地点 使用精神力激活就可以了 能采集死魂草 它肯定不简单 试试看 能不能拉它入会 对了 既然我们合作那么一块 要不 我带你去我们工会转转吧 他这是干什么 还不得叔叔说红颜祸水 他将是好 莫非 有阴谋 我还有任务在身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你就这么走了 你不是要签名照吗 是我同学很喜欢你 待会我会把他的地址发给你 你借过去就好 同学 什么人吗 头带我这网红主播 居然说几句话就走 我倒要看看 这个新手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 拿着 这是我这几天研制的药水 把它涂抹在冰刃上 就能彻底杀死那些亡灵 莫德 哀好药剂 抢那 怎么带了个尾巴来 需要我帮你把它解决掉 算了 他是帮忙破解封印的人 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跟着我 也不清楚他想做什么 好吧 丑话说到前面 要是他影响到我的任务 我会第一时间解决 居然是传说中新手任务的NPC捷恩 这情报部门攻击 他是高智能精英 实力堪比高级boss 这个方天 居然获得了他的信任 死魂层 还有那个封印 肯定是贤恩任务的关键 不行 我得跟上去看看 要记对亡灵师生物 真的有用 这些骷髅不再没完没了的复苏了 收拾完这些亡灵窟窿 我们赶紧解决这个封印吧 验星图纸 需要两千点精神力 您的精神力不足 怎么 图纸有问题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力 激活不了这张图纸 要不 问问他 也好 沈洛洛 我知道你在那里 出来吧 怕不过才十几 我可能发现我在这里 肯定是炸火 肯定是 再不出来 下一剑 就要我的命 出来吧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在跟 你知道为什么不接穿我 是会想看我的好戏吗 你又不是坏人 跟着就跟着呗 他觉得 我不是坏人 这家伙 也没看起来的那么冷淡淡相处吗 又是真出了什么事 已经处理掉仗了 坏人怎么能连跟踪都不会啊 你没告诉过激活图纸需要耗费这么多精神力 所有高级封印都需要相应的精神力启动 真是成熟 看在你觉得我不是坏人的份上 我来试试吧 太冷 小心 跟着我们 小心点 你受到上光束 力量祝福的影响 体力值上升 你受到上光束 勇气祝福的影响 攻击增幅上升 额外伤害 解离你 你是牧师 还是个光暗双修 很强的牧师 我光能治疗 还能够输出 怎么样 厉害吧 走吧 高了 是怨灵 无理攻击对他们无效 我们先退 这家伙 一招解决三四只月灵 他竟然是个自由模式的高手 啊 你们闻到了吗 闻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闻到啊 你抽到味道 可能是某些高阶的王力气生物 小心了 老战士 我拖延 你找几个金沙 是 嗯 嗯 嗯 哒 嗯 方天才十几 还是个棘手 或是缝合坏的对手 我得想着法子困住他 暗元术 我的法术怎么会失效 黄天小心 还是鬼气怪我 意识到了吗 可惜太晚了 简恩 你没事吧 只是有点消耗过度 需要休息一下 这究竟是个什么任务 约上魂戏怪我不说 还有这个新手窜NPC 什么实力啊 一剑秒掉三十级精英Boss 他到底是谁 啊 好像有东西 哦 获得物品 魂 腐臭披肩 瓶级 C 获得物品 腐臭的钥匙 真是魂戏Boss 听说有几率会出现魂戏装备 怎么样 出了什么好东西啊 哇 竟然真的是魂戏装备 哼 只可惜啊 属性太差 还会增加伤害 挖不来 卖不出价钱 没事 至少能够附加不少伤害和血量 至于那百分之二十额外伤害 只要不被攻击到 那就是没有伤害 对了 你说的魂戏怪物和魂戏装备 都是什么意思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 呃 我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啊 我还以为是高手重开的小号 可是怎么会有高手 不知道魂戏装备的 难道 这小子真的是天赋一平 一定得把他拉进工会 只要稍微培养一下 绝对能够成为主力玩家 魂戏boss是游戏里怪物的一种 这种怪物对普通的技能加成完全免疫 比如法系技能 一点都伤不到魂戏怪物 所有消耗精神力的法术 以及技能加持都没有作用 只有基础攻击才有效果 所以对玩家来说 这种怪物极难对付 被杀掉的话 可能还会有额外的惩罚 搞不好 这位弓箭手 也是魂戏boss 至于魂戏装备 就是装备名字前带了魂子 穿戴没有等级限制 属性比普通装备低很多 所以没什么用 不过 好像有人专门暗中收购这类装备 那 魂戏技能呢 魂戏技能 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魂戏技能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游戏有意地分出了两种 魂戏和非魂戏 我推测 魂戏装备 能够对魂戏怪物产生效果 既然如此 肯定也存在对付魂戏怪物的魂戏技能 这个 可能吧 某些特定的装备效果 的确是会对魂戏怪物产充效果 魂戏 普通戏 这个世界 我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看来 之前的boss 是这里的最后一道关卡了 方才的怪物先生 爆出了这把钥匙 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 你们不能进来吗 警告 你收到了某些封印的效果 在此高看下 你不能判入其中 是所魂印 是尸法者 在封印中加入了自身灵魂印级的高级封印 一般情况下 只有尸法者才能解除 无法强行破解 幻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封印 专门禁止玩家进入 也不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嗯 所魂印专门禁止玩家进入 我大概清楚这东西是什么了 你说的是真的 好吧 是我按你说的吧 我先走了 公司完成任务 探索洞穴 以获得杰恩的好感 只是 若能进入木门内 可触发下一步任务 他怎么走了 刚刚系统提示 探索任务已经完成 我们可以离开了 我感觉地下门后面 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既然只能这样结束 真是太可惜了 反正也进不去 这样就可以了 唉 你倒是心大 给 这里是传送圈轴 只需要十点精神力 就能够立刻回到附近城镇的传送点 谢谢你 我们先加个好友 我还有些事情 想要和你谈谈 不过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嗯 他怎么还没回城 不会是回城圈轴都不会用吧 下线了 都说了还有事要聊 这家伙真的是 这么晚 堂倩回自己房间了吧 魂系boss 魂系装备 我估计 我估计这个幻和我原先住了十多年的幻 本质上是同一个 只是被所婚姻这种方式隔离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当时我生活的城镇里 并没有遇见过像唐倩和沈洛洛他们一样的普通玩家 哎呀 上啊 有技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要使用那种方式进入游戏 应该就能够进入小木屋 可哈勃的叔叔交代过 不能用这种方式 万一被堂倩发现我不在房间里怎么办 S级任务不能放弃 必须得试试 听起来 堂倩现在还在游戏中 玩家刚先进入游戏 进行游戏数据整合 整合完毕 我推测的没有错 两个世界果然是互通的 看来魂系装备 在佩戴头盔进入的游戏世界里可以使用 反过来以特殊方式进入游戏 普通装备就失去了效果 你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 亡灵大法师拉法尼奥尔 果然是个天才 当初他修改阵法 利用亡灵的灵魂之火 将自己变成了第一个暗影精灵 他留下这些运河强大亡灵之力的目标 还有这个 只有同时拥有人类和精灵两种血 才能开启的阵法 亡灵大法师留给我的机会 追求他的脚步 是你醒了一个暗影精灵 你成功了吗 我只是暂时地将魂火吸收 除了阵法和亡灵之火 没有其他发现了吗 这里的末法书都是绑定的 你无法带走 不过 有些小东西 你可能会感兴趣 这是什么 这是失落的圣堂之城的钥匙 资料中记载 当年 大法师拉法尼奥尔 研究了很长时间的 失落的圣堂 他很想见到圣堂的灵魂 然后他目的 可机 由于某些原因 陷入困境 他只好铤而走险 选择借助亡灵的力量 成为大陆上第一个暗影精灵 作为一个半精灵 追求力量的手段如此极端 引起了人类和精灵两边的猜忌和不满 从此 人类和精灵之间 再也没有幸运可言 你获得了 废墟城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上面刻着数字78 通过它 你能够打开该保险柜 获得其中的东西 探索矿洞主线任务完成 下一阶段任务描述 你获得了亡灵大法师 拉法尼奥尔所留下的钥匙 一股无形的力量 正推动着你探索这一切 没想到S级任务的奖励 居然是增加基础属性点 看来两个世界的区别 并不会影响我的基础属性 难怪我的基础属性 和那天唐倩说的不一样 毕竟我之前通过各种任务和训练 也曾提升了一点 我们赶紧出去 这里被亡灵气息惊识了很多年 都是靠外面的封印能量源控制 请务坚持下来 如今封印被毁 这里很快就会坍塌了 当年帝国无法灭掉灵魂 所以在外围施加了封印 阻挡亡灵气息 现在红火熄灭 废墟城肯定会很快派人来查看的 接下来 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完成暗影精灵的转化 你要小心 你和其他人很不同 方天 我欠你一个承诺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还 帝国那边肯定会有办法 追踪到你身上的亡灵气息 你自己也要小心 现在再次见面 希望那个时候 你能变得更强 这次任务除了获得 属性值的奖励以外 那把金色钥匙 似乎是开启任务 下一环的重要道具 哼 S级任务 遗失的圣堂 有意思 你怎么这么早 是去锻炼了吗 跑了两圈而已 昨天新增的属性点 让我的力量和速度 都稍微有去提示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 必须要进行训练 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 控制我的身体 方天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对不起 我刚才走神了 算了 我说今天我们和化学班 有比赛 就不去 不好意思 今天去不了 我满时机了 要去主城完成转职 那好吧 转职没什么危险 你自己加油了 传算 第七主城 汇禁之都 废须城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 在亡灵大军来袭时 以生命为代价 拯救废墟城的 营魔法师 摸得丽娜了 守城士兵说 所有的导师都在西北角的新兵营地 在那里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刺客 那么你得告诉我 作为一个刺客 什么最重要 一击之命 有趣 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成功 要是你失败了呢 远遁千里 真是有趣啊 被人追杀 远遁千里 真是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啊 恭喜冒险者 完成转值 获得刺客出血装备 等级上限解锁 你可以在刺客导师处 学习技能 转值完成后 某些情况下 需要完成某些特性副本 才能解锁等级上限 只选择 你要学习的技能 没想到学习技能这么贵 估计新手就能学 全技能的玩家 是极少数吧 幸好我之前有所准备 不差钱 这些技能 我全都要学 看来你挺有钱的 希望你能在刺客的道路上 走下去 恭喜玩家 成功领悟前行 刺骨 闪避晶空 连击晶空 就这么简单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可以教我真正的技能 真正的技能 你觉得 真正的技能是什么 他们没有 距离这么近 为什么会自空 你果然很有趣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你到五十级的时候 再来找我吧 或许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尝试的机会 什么机会 好了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刚才学到的技能 刚才学到的技能 名字前面都没有魂的记号 也就是说 和那些一般装备一样 实体进入游戏后 都会被无效化 魂系 很可能才是这个游戏的真正核心 除了装备 只有学会魂系技能 才能真正增加自身实力 他莫非是在暗示我 可以教我魂系技能 也罢 就算是普通技能 现在尽快熟悉 将来学到了魂系技能 也可以尽快掌握 谢谢 到那个时候 我会来找你的 卢字打跪升级 效率太低了 有什么方法 能快速到五十几呢 升级的话 最快的方法 就是找人带 其次是做任务 最后才是刷怪哦 嗯 谁带呢 今天早上唐剑说 和化学班比赛 罗剑冰肯定也去了 他们没时间 对了 可以问问他 洛洛的表演赛 待会就要开始了 大家不要走开哦 方天 这只鸽子 又来找我干嘛 如果 他是想解释 昨天突然下线的事情 我倒是可以考虑 给他个台阶下 毕竟是新人吗 我在废墟城传送阵 来带我练节 没空 本小姐很忙 哦 哦 什么意思啊 这家伙不会是玻璃心 一句话就记仇了吧 什么意思啊 这家伙不会是玻璃心 一句话就记仇了吧 会长可是交代了任务的 情报部 已经对方天这名玩家的各项指数 分析过了 这个方天的成长潜力值是S 整个第七区得到这个评价的 他是第四个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一定要把这小子给我骗进工会了 要不 等我打完表演赛 大概下午三四点再去找你 好 现在找到人蛋 不过还需要尽快对这个城市熟悉起来才行 师父说过 酒馆可以获取各种各样有趣的情报 几乎每家酒馆里都会有刺客工会的联络人 只要花钱 接取任务 或是打探消息 都可以到这里去 不过方天 你一定要记住 他们的目的只有两种 一 抬高价钱 二 获取你的情报 所以和刺客工会的人打交道 一定要少说话 哦 又来杯红色杀戮 我似乎没见过你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个名字的 我需要四周各大链击点的位置 还有快速提升等级的方法 价格你开 有意思 看来你对我们很熟悉 链击点线路情报三枚金币 另外 想要快速升级 我手里正好有一个经验极为丰厚的任务 价值一百枚金币 这些情报和经验 足以让你提升到五十五级 哦 成交 系统提示 你失去了一百零三金币 系统提示 你获得了废墟城中三的详细地图 系统提示 强大的力量 人自刻苦的修行 你获得任务 见习四刻的修行 你很爽快嘛 合作愉快 对了 还有件事 你这儿有圣堂的情报吗 圣堂的情报 价钱可是非常昂贵的哦 多少 最基础的情报 一千金币 惠美也太贵了 而且只是最基础的情报 嗯 不用了 谢谢你的款待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中央银行 根据提示一 废墟城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应该就在这里了 杰恩说当年拉法尼奥尔的研究意外中断 将所有的研究资料都放在这里 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呢 先生您好 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们银行不管存款还是取款 都是不需要手续费 而且没有任何利息的哦 我想开启这个保险柜 没想到您是黄金VIP 请您跟我来 您这边请 这个保险箱的钥匙 当年付了三百年的租金 这是个VIP客户 黄金VIP 一定要付好啊 你好客人 您的保险箱 当时只交付了三百年的租金 由于您是黄金VIP 所以我们为您额外延续了三百年 现在想要获得存放的物品 希望您补齐后续的租赁费 一千两百枚金币 一千两百枚 这么多 是的 如果后天六百年期满之时 您还不来领取的话 那么根据合同 该物品会归我们银行所有 既然这么巧 后天就到期了 据杰恩所说 这保险柜里是拉法尼奥尔 对圣堂之城的研究成果 只是这成果 真的价值一枪两百枚金币吗 但这很可能是S级任务的后续 可以提升念的隐藏属性 和基础属性 我不能放弃 帮我开启吧 好的 马上帮您办理手续 先生 您所存放的物品 会通过正法传送过来 如果您有任何需求 可以按下墙上红色的按钮 你获得了古老的箱子 这就是亡灵大法师留下的箱子 系统提示 你获得了研究资料 人类 金银 等于这个生物 红红升学的连古时代 各种文化都在此起源 人类将机械技术 和炼金技术结合在一起 把拥有极高信念的战士 炼制成炼金生物 创造了首屈一指的顺眼纹 这种高级炼金生物 能够让信念极高者 在转化后 仍保有自身意识 不仅力量大涨 只要有能力供应 就有无穷无尽的生物 可惜的是 和其他种族一样 虽然圣唐文明 有着永久的历史 只不过不知何故 最后还是阴灭在了 历史长河之中 拉法尼奥尔在调查中发现 圣唐仍留有族人的线索 他认为圣唐文明 并不是真正的灭亡 它只是暂时被封印在一时空 为了得到炼金傀儡的力量 获得永恒的生命 他甚至前往最北 找寻圣唐遗址 可惜的是 那里早就成为一片飞尸 一连五位技能 魂 初级炼金术 等级一 一连五位技能 魂 低级石像鬼制作 等级一 技能 魂 炼金傀儡掌握 等级一 一连三个技能 都是刚才通过这本古籍掌握的吗 等等 炼金术 石像鬼 这 这不是炼金傀儡师吗 圣唐文明鼎盛时期 炼金术的盛行 诞生了新的职业 炼金傀儡师 一种专门通过操纵各种炼金傀儡 来进行战斗的职业 炼金傀儡不仅能够免疫各种新制型法术 对法系伤害 和物理伤害 也有极高的减免价值 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作战生物 石像鬼虽然只是三界生物 但能够飞行 对控能力非常优秀 我得把这试试 如果真的能够制作出初级石像鬼 这一千多金币 花的就太值了 事与这些资料 还是毁掉的好 魔法尼二留下的钥匙 完成 S级任务下一阶段出发 神秘的炼金正把红碎片 获得炼金正把红碎片 成一 说明 这个东西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不过被保存得很好 看上去碎片不止一块 你过去可以试着找出其中所隐藏的秘密 直到该物品价值高于S 可能会遭到NPC的抢夺 请小心 警告 你的选择将有可能影响到游戏进程 炼金正法碎片 没有下一步的提示 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吗 算了 还是先去研究一下石像鬼的炼制方法吧 如果能制作出足够数量的石像鬼 指挥他们杀怪 我的炼击速度一定能够快速增加 谢谢各位观看今天洛洛的比赛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洛洛姐好 洛洛姐 先问问方天的饺子在哪里吧 我忙完了 在哪 那你签炼金 炼金待会再说 我需要水银 木材 石料 高阶炼金符文各一百份 要东要西 那我沈鹿鹿是冤大同吗 等等 高阶炼金符文 它是要做什么高级的东西 你要这些做什么 制作材料 制作什么东西啊 薄面 我说就没有 好吧 你得帮我薄面 制作初阶石像鬼的炼金图纸 这小子 怎么随随背面就有极品 炼金图纸这种东西 可是极为稀有的道具 要是能够把图纸 或者是成品买过来的话 这石像鬼真是贵得离谱 制作一次 至少要花费十金币 可我的金币之前已经消费的七七八八 其他东西不是问题 只是高级炼金符文很贵重 不能免费提供给你 每张需要一金币 我只有九十八美金币 那行 剩下的算我自助你 我找清材料之后立刻过来 待会儿 废墟成功降神殿见 技能描述上说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要是想看看这触及石像鬼的战斗力 我必须要大量制作 来冲击成功率 怎么约在这里见面 你不知道吗 玩家们在炼药 弹造符文等生活技能 都会到这里来 能够提高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五的成功率呢 可是 这里需要缴纳不少费用 我身上的钱 已经全给你了 我知道 所以我专门花了二十银币 为你租了间小屋 不光如此 我还赔送了你那么多材料 你可要好好报答我 怎么报答 你那图纸从哪来的 多少集 能不能重复使用 图纸已经被我学了 不能再交易 白折腾了 不过制作出的石像鬼 应该不是绑定的 那就是说 可以交易了 太好了 我的意思是 要是这石像鬼还不错的话 你以后要为我们工会 免费制作石像鬼 当作对我的报答 我的意思是 要是这石像鬼还不错的话 你以后要为我们工会 免费制作石像鬼 当作对我的报答 要免费的哦 要是没学过 傀儡掌控的技能 可能无法控制石像鬼 没关系 这种技能书 我曾经看到过 不能学到 跟上 快到了 也好 反正也没有坏处 还能够提升我制作 石像鬼的熟练度 能 就是这里 水银一份 木材三份 石料六份 高阶炼金符文十张 也不知道 这小子的成功率高不高 没关系的 这才只是第一次 加油加油 每一次失败 受的都是白花花的钱哦 温惜技能 随意施展果然不行 对了 我可以通过念 来引导符文能量的流程 成了 这 真的成功了吗 阵法中间 那是什么 出了什么好东西啊 炼金卡牌 游戏中 除了使用技能之外 还有一种卡牌类的道具 它们通常 都会有些特殊的效果 比如这张卡牌的作用 就是召唤 火蝶 你也太幸运了吧 竟然是召唤卡牌 快 快召唤出来看看 可这个要怎么使用呢 季度提示 玩家是否选择消耗所有精神力 召唤炼金傀儡 提示 念可以尝试使用念 激活卡牌 在激活后 玩家只能通过念 控制该炼金傀儡 变金傀儡也将会属于魂系 使用念召唤的话 召唤里也属于魂系 不过 哈伯德叔叔说过 不能在别人面前使用念 你听说过念这种东西吗 念 什么东西啊 没听过啊 别浪费时间了 快让我看看 石像鬼的威力究竟怎么样 哼 果然 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念 算了 用精神力试试看吧 生物 将接石像鬼 等级三十七 宝贝 这真的是个宝贝 单一石像鬼 虽然只有AV三十七 并不强力 但是随着制作等级提升 石像鬼等级也会提升 而且 他可以对空作战 才能认知石像鬼军团 绝对会是空中霸主的存在 能及把图片发给工会 然后会长他们 分析分析建立军团的可行性 这一小子 就是一个尚未开采的金矿啊 这石像鬼 看起来不怎么样了 不过刚才制作技能 从等级一升到了等级二 成功率倒是增加了一点点 还是赶紧把剩下的材料炼制完吧 没想到 你在炼金术方面 也是挺有天赋的嘛 现在也太引人注目了吧 没想到这石像鬼召唤出来以后 竟然塞不回去 要他行动还要消耗能量 这样看 真的不是很划算 诶 赵哥 你带着宝贝没见过呀 在哪里打鬼抱的 卖不卖 这是任务脚力 至于其他的 都是我们工会的秘密 恕不能告诉大家哦 现在我们去做什么 带我练集吧 我有个任务 需要杀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只怪物 你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啊 去哪里练集好呢 幻力只要出了新手村 击杀少于自身等级十以下的怪物 是不会增长任何经验的 你的攻击力太低 万一解决不掉怪物的话 我们俩都是脆皮 很容易就死了 这个游戏死亡惩罚太重 我们不能冒太大的风险 你有没有什么群体技能 能将怪物打到残险 由我来终结一击 这样的话 经验值算我的吗 只要是你击杀的 就算你的经验值 我有个圣光之碑 能够对半斤内的生物 造成光属性伤害 那就走吧 去哪 练集 你击杀居然带我来这里 我事情说好啊 这里的沙溪又能免疫又有毒 我一个牧师 带人刷怪的效率 并不是很高的 迪洛之谷 去毒沙溪的栖息地 它们不仅免疫百分之二十的魔法攻击 若是被它攻击到 还能够减慢攻击者的百分之二十移动速度 和百分之四十的攻击 并受到每秒三点的毒素伤害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之前查的 去毒杀戏的血量不高 切尾把回收价格极高 尤其是刷怪时间很快 可以省去不少时间 最重要的是 在刺客公会的九宝渡客给的地图中 特别标注 这里有几率爆出沙漠宝图碎片 只要能凑齐五十张沙漠宝图 就有可能找到山谷深处 只要能凑齐五十张沙漠宝图 就有可能找到山谷深处的沙漠宝藏 注意治疗 我去试试剧毒沙漠的水准 白痴 别那么上啊 前行术 前行术不是静止是使用的吗 还是怎么能在移动中使用的呢 杜克的地图虽然很贵 但还算无有所值 标记的剧毒沙漠的弱点 果然没错 剧毒沙漠的致命弱点 就在那一条淡淡的红色中线上 原来等级三十二的野怪 和普通的怪物 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小子也太厉害了吧 既然两下就秒掉了剧毒沙漠 那可是比他高了快二十几的怪啊 难道跟上次一样 我又只是个打酱油的 你的神圣惩剑 一次能够带走多少点生命值 大概七百多 如果出了暴击是一千左右 刚才我已经试探过剧毒沙漠的攻击方式 它们的移动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而且它们似乎只有两种简单的攻击方式 前肢攻击和毒液攻击 剧毒沙漠的血量在一千两百点左右 你是远程攻击 我正好可以收拾掉 你吸引过来的那些残血沙漠 那就是说 每次攻击 你都要造成不低于五百的伤害 一招之命 你确定不是在逗我 相信我 我的联机精通这个被动技能 暴击越多 输出就越高 全力输出的情况下 你是很安全的 好吧 那么 来 起吧 神圣 成仙 百分之百的暴击率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家伙太可怕了 假如是团战的话 这个封天 一定是个可以信任的队友 会长 怎么停下来了 有人私聊我 你先搜集怪物爆出的宝物 我正好补充一下精神力 为了练制十相鬼 我已经花了不少金币 把这些沙戏尾巴卖掉 刚好可以再赚一笔 获得一墨山谷宝藏铺碎片 乘一 这是什么 这就是杜克的地图上提到的宝藏图 会长 你已经决定了吗 没错 情报分析部对你传来的十相鬼资料已经有结论 我们内部决定 要组建十相鬼军团 虽然十相鬼等级偏低 但只要数量庞大 就足以弥补差距 只要占据空中的控制权 我们工会实力相会大增 将来不仅能拿下全副六十级副本手上 甚至有可能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成为一方霸主 所以 洛洛 你一定要全力拉拢方天 最好让他加入我们工会 只有将他牢牢地绑在我们的战船上 才能保证计划得顺理实实 嗯 保证完成任务 成为一方霸主 原来会长已经计划得这么远了 真没想到 一个十几级的新人 居然会给我们星辰工会 带来崛起的机会 现在他就能够单挑三十级的怪物 那六十级的时候呢 我要尽快将这小子的等级 带到六十级 到时 他绝对会成为六十级副本中的巨大助力 好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啊 没什么 收拾完了吗 收拾完了就继续练集 非魂系技能不管有没有命中 只要使用 就能够提升熟练度 这点倒和魂系技能有点不同 啊 方天你都二十级了 有人带我所以练得比较快 可以啊你 先别练了 快下线来吃饭 好 我马上来 我要去吃饭了 还以为你这家伙是铁打的 原来也要吃饭的吗 吃完饭还继续吗 任务还没有完成 当然要继续 那好 待会儿六点半见 对了 你知道宝藏图集齐之后 能找到什么宝藏吗 那个 你就别多想了 越到后面 宝藏图的暴率就越低 时间限制一到 之前的宝藏图又会消失 很多人尝试无火后 又再也没人试过了 也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集齐宝藏图之后 会得到什么了 方天 快来吃饭 今天我们又把化学班的那些渣渣 虐了一遍 你们可真厉害 那是当然 我偷偷地告诉你啊 今天我们学校电子经济社的副社长秦月 居然出现在网吧 而且就在我旁边观战 你猜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网吧 为什么 社团招星啊 今年社团里好多高级玩家毕业 秦月他肯定是在寻找有潜力的玩家 方天 下周电子经济社会在全校范围内招星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参加 有你在的话 我们物理班就有两连大将了 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吧